美國移民局上週發布了重大決定 禁止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成員移民美國 一些因為聽到法輪功學員講真相 而退出了中共組織的民眾 為此感到慶幸 輿論普遍認為 歷史已經進入到 拋棄中共的階段 建議更多的華人盡快退黨 劉絕帆來到美國快3年 他在2011年就通過法輪功學員開發的自由門軟件 翻牆退出了中共的共青團組織 那時候是11年知道了這個自由門翻牆軟件 我從自由門翻牆軟件翻出來以後 我才看到這些東西 看到這些東西 我馬上 因為我過去曾經說我團 我就在網上就退了 退了過了些日子 可能有兩三個月吧 我就先去圓 然後我又給他也退了 紐約居民于春光2014年 在大紀元網退黨網站上聲明退出中共 他今天對已經退黨感到慶幸 宇春光2012年在國內時 也是因為接觸到法輪功學員開發的破網軟件動態網 才得知了大饑荒的真相 文化大革命的真相 六四的真相 法輪功被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真相 並閱讀了《九評共產黨》一書 他來到美國後不久 曾經公開自己這段經歷 紐約居民王燕很敬佩法輪功學員多年來一直勸人們退出中共保平安 旅居加拿大的華裔許鴻偉幾年前在唐人街聲明退出中共附屬的少先隊 許鴻偉通過六四天安門屠殺 看清了中共暴力謊言仇恨的本性 他認為 過去幾十年 西方國家的綏靖政策實際是對中共的縱容 許鴻偉認為 2017年川普執政後 美國改變政策開始抵制中共 許鴻偉認為 2017年川普執政後 美國改變政策開始抵制中共 目前隨著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 中共在國際社會更是眾叛清理 他認為歷史進入了滅共階段 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局 10月2日發布政策指南 強調凡是共產黨員 其他極權主義政黨黨員或關聯組織成員 都不能移民美國 劉絕帆認為 這個政策是理所應當的 你還想享受自由世界的民主自由、法治、福利 是不可以的 政協是不相容的 那麼你一個人能把自己撕裂了 又是邪惡組織的成員 又是民主國家的成員 根據中共官方內部權威機構2012年做的統計 有九成中共中央委員親屬移民海外 評論人士認為 美國的移民禁令 其實中共高層黨員受到影響最大 王彥希望 全世界各地的華人 都能盡快到退黨網站上去申請退黨 三退保平安